好,又來到這個講一波遊戲的時間 沒有看上一條影片,看回上一條影片 我們玩了Lammas,拿一單的合作模式 成功過關 成功贏到一隻遊戲 對,贏得很聰明 訪問一下,Keen你第一次玩Lammas 完整玩一次,有什麼感想? 沒有什麼? 我覺得真的很難玩 那個難是,我簡直不知道應該做什麼 首先就是規定很多 有些規定是不存在一個網站 即是說新手管的話 你不只要記住網站上面的東西 你還要記住一些不存在網站上面 就像你剛才的這張 那他做這兩張東西就是給你這樣看 所以不用給你掀烏士 那是每個人分開一起 分享只有兩張東西 對,沒有了 然後每一個都要有關 對,每間房都不同 每間房都一堆字 這個我都沒有背 尤其是Lockdown 我玩了很少一次就真的忘記了 即是開一間就看一間 對 所以都很慢 會的,都會的 我覺得他的合作位 都可以的 作為異形遊戲 就是一起逃生 如果有看上一段影片就看到 那類型是可以的 但我未玩過真正那個 半合作 但你問我的話 我應該不喜歡玩 對 就是我覺得現在的合作模式 都未至於是我喜歡玩合作那類 因為我覺得 他覺得太Swing了 即是那一下 譬如開房有火 即是一些事發生的 對,開房有火 你每次都說 開房會有火的 然後要不就說 你那裡一出來 你就會被人打死 即是每次都是一些 會發生一些 或者是種蟲 你揭一張卡就會死 即是你每一步 你都可能會一步死 可能這一下 你就會有那個感覺 就是 因為異形是要很Desperate 那這個就做回一個 Desperate的感覺給你 那 也有一點 但我覺得那個是 很無奈的Desperate 因為他出的我就輸 他不出 我就有得玩 是這種感覺 我講一點 其實是對的 你全部講的都是對的 但是呢 其實我喜歡這遊戲的原因 其實就是 首先我前陣子 我是自己都不喜歡 太空film的 波遊戲的 那為什麼我喜歡 Nemesis呢 雖然是一個運氣的 就是你在美式遊戲 紮飾很難避免運氣 正如阿Kin那樣 很多東西都會 突然間 很厲害的 但是為什麼 譬如今次為什麼我會贏呢 就是我們會贏呢 那 我可以說其實 我對這遊戲有熟識 是啊 所以剛才你說的 但是當你對這遊戲熟識夠 就是你知道了 那些卡是有什麼 那你就會計算到 是計算到的 知道要做什麼的 但是如果反過來 譬如 你知道 譬如我知道了 那你快點拿 那個Testing Lab 那個Neutralizer 嗯 就是有很多辦法 尤其是Lockdown呢 這一集呢 它改了很多巫視 還有那些卡 那些Action呢 它是改了很多 令到你再控制 就是比舊的 已經好一點了 已經是 以前呢 真的有些事情 真的做不到是無奈 就是你明知道 有些事情要急著要做 但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現在已經多了很多這樣的事情 讓你有個 10B 是這樣的了 說起這一點 我就覺得有一個遊戲的問題就是 我會覺得我自己很慢 我走得 是 因為小心而已 地圖又大了 是 差不多 以前都很大的 原都大的嘛 是因為我們小心地走 就是我們用小心 就是我們不想搏運氣 所以小心小心地走 流牌流牌就會慢一點 不過現在好像沒有用過 那些什麼走得特別慢 是啊 所以都不算說 十分小心 只不過是我們Pair Up 我們小心了就是Pair Up 那些卡都不用了 所以已經慢了很多了 所以已經是令到沒有那麼危險的了 所以為什麼開始 頭半都可以 但是如果不懂得玩的話 其實你會 盡量想用完這些卡的時候 會很糟 所以我就同意你想說 其實這遊戲 其實那個目標 其實本來的目標 其實就不懂身手是對的了 所以其實是一些 就是你如果身手想玩 可以 就是WUSH不是說 每一個都很複雜 只是很多WUSH 還有你玩的時候 就是 因為你不熟悉一些東西 就只是一個運氣遊戲 因為你什麼都不知道 就變成一個驚喜 所以我說這遊戲 就幫我 幫你遊戲護航 其實遊戲的重點 好玩的位置 就是一個Filmic 就是為什麼你會覺得 你說的東西全部都適合 就是你想想 二營一二三四集 那你就好像整個遊戲 玩一遊戲好像 就是玩二營了 你就是二營一的人 我是二營四人 那你就什麼都不知道 就是二營一 突然間開場 十分鐘就死了那些 然後捱到最後主角那些 因為我知道 很熟悉一些型 怎麼走 但我就是想問你的問題 假設你控制我這個人 其實你最後一刻 都是要犧牲他的 是的 你是不可能 兩個都可以生存 對的 因為我這個是一個工具人 我這個角色 而你是一個生存力高的人 那你生存力高的人 那你生存力高的人 就是去戰鬥 去幫忙 如果我打得贏就打 打不贏就死 是啊 反正你死不死 因為剛才你不斷打不贏 所以就死了 就是用這個決心去打 就是一個合作遊戲 而在半合作遊戲裡面 大家有個人目標的時候 你就看著我個人目標 來選擇 究竟你想做老公的人 還是做戰敵人 就是這樣 而你說的全部都對 所以就 好玩的話 我覺得就是 你很體驗不到 真是一個異形套戲 你好像 你做我覺得 你做的事情 譬如你做我的行動 按什麼 就是在這遊戲裡面做的任何事情 都很投入的 你好像真的 它的隨機位置是 保持著 令我覺得 它總是會知道我做什麼 真的有一點點感覺 是的 譬如我想修復的 突然間出一隻大佬 那個大佬本身就想著沒事的 誰知道就是因為這一下 沒有殺到那隻小嬰兒 是啊 你記得那個大佬怎麼出來的 就是小嬰兒進化了 不知道 他躲進了通風口 你出來 就是那隻來的 當故事這樣看 就是當初我沒有殺到 然後就導致我後面 然後就咬我了 而他的機器真的做到這樣 因為真的是那隻來的 只有一隻而已 我知道 就是那隻來的 所以他做到這些事情 所以那一下 會不會就是沒有殺到他 我不知道 是啊 那時候我決定沒有殺 你也未必殺得到 所以整件事 我覺得這個遊戲 而不是說 運氣遊戲 輸硬的 這麼絕望 那我運氣差 就全部控制不到 我就輸 就算你是這樣覺得 可能是新手 那我帶著的 就是我囂張的 這樣說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你真的 真的運氣遊戲 新手會亂玩的 是啊 你不懂啊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怎麼避免啊 那這件事 那些人喜歡合作遊戲 就是你第一次玩 一定要輸才好玩合作遊戲 那看你是否這類人 就是有些人呢 就覺得玩合作遊戲 第一次起碼都要 差不多贏 那如果這個遊戲 如果你真的完全不懂 那首先你會玩錯 那些我覺得 一定會玩錯 那有太多護士 你會忘記的 即使我玩了一次 我都不是很清楚 究竟那些小規模 那些特別是怎麼運作 是啊 就是我的special case 是啊 因為很多special case 我大概知道遊戲 怎麼運作 但是special case 是啊 你一定是玩的時候 你會遇到 哎呀 是不是這樣呢 你要看護博 那我想問 如果你不玩合作模式 那你要去跟別人玩 那個正常搬合作模式 你知道那麼多東西 其實對其他玩家 很不公平的 那應該怎麼做 那所以就運氣平衡 雖然我很多東西 就是這遊戲 但是你已經控制到運氣了 控制到 但是也不是控制100% 因為剛才有很多 你玩的時候 看回很多東西 除了100%的時候 你會付出了 你給了那個f號大一點 才可以令到運氣變100% 但是當你搬合作的時候 有時候你要跟別人搬東西的時候 連東西都要搬的時候 你就有時候要搬運氣 而做到100%的了 你明白嗎 是因為合作模式才可以 因為合作模式才可以跟你談 你會聽我說話 你會完全信任 才可以做100% 我會問你 你想100% 我會問你 你想100%還是搬 我會問你 但是半下作就自己想 那最後我們贏了 就是贏了還是贏了 那我就覺得 那我就是 應該要這樣 就是這個位置就是這樣 所以回答你半下作就是 究竟你想取捨 究竟你想100% 但是慢一點 可能被人搶了東西 或者搞到你 還是搬一點運氣 就快點做到東西 就完了 就是這個位置就是這樣 這個push your luck 這些就看得怎麼樣 是啊 就是你想快點 就是跟別人搶東西快點 就要搏運氣 如果想安全點 就要加速給多一點 就是卡要給多一點 cost要給多一點 是啊 你慢做慢一點 這樣 會這樣的 跟第一集比 可能應該最多人想知道 跟第一集比 你怎樣 剛才我講了一點 就是他多 我覺得多東西可以控制 譬如computer action 以前是沒有的 那就多些 可能性 optional的行動 除了房子之外 再多一個 只要間房間是電腦網 就有這個 那就多一個可行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那第二個 就是 剛才說過 就是光 雖然有些全場客 其實是起碼有機會給你光 光的時候 就會攻擊 就要摘一顆顏色 哦 就會命長高 沒有怎樣光過 還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人才沒有光 因為我只有兩個人玩 那當你三個人玩 四個人玩 我就夠力量 去幫工廠維持電 還有那次我黑 就抽到Factory 停電 不然就沒事 所以這顆顏色 就差很遠 就是命中率 其他之類的 還有他的新角色 他的行動 有想過 改了令到經常沒有 多些選項 就是比以前 舊的角色 是強了 我覺得 舊的角色 他可以用舊的角色 他也改了 舊的角色 而你說說 半合作和合作 我也是覺得 合作模式 或者Solo Mode 一定是不夠半合作模式 玩的 尤其是Solo Mode 就不建議大家 Solo Mode 就會有點悶 所以他知道 這個問題 他將來會出一個APP 讓他玩Solo Mode 以前沒有的 因為我覺得Solo Mode 很悶 我玩過 就會出一個 現在就等他出 這樣 就是這樣 分別就是這樣 你會選擇哪一隻 你可能會選擇 多些控制的版本 還是說 第一檔會比較簡單 其實也不是簡單 我猜 多玩一點 如果玩舊 都不會覺得複雜 都是差不多 所以 如果你說選擇 其實我一定會選擇 Lockdown的好處 就是最後想說 這個廠 推出的遊戲 例如今次Stand Alone 好處來的 就是他很耐玩 他提供很多玩的模式 例如這個地圖 你打這個二型 就是選擇另一隻二型 去打 不知這個地圖 有另一邊 你什麼要選擇另一隻二型 就是你選擇第二竹 現在是打蝙蝠的 這隻原裝 還有第二款 有第二款 就是打蘑菇 打蘑菇 蘑菇 就是SG 打蘑菇 有些是打觸手 有些是打食屍鬼 那不同 另一套玩法 對 對 另一套玩法 耐玩到很高 這個是很好的 我一隻波動遊戲 耐玩 重玩到很高 我覺得是欣賞的 那他就重玩到很高 那他就兼容 舊角色那些 他就有些 換牌給你 就很耐玩的 這樣 所以就 就算你有任何回合 那你買這個 都是一個 加了玩法 就是不會說 有任何回合 玩了很多次 就沒有這個感覺 就是很新 就是每次玩都有不同的感受 就是第五集二型 二型第五集 什麼二型第五集 就是 我不是經常說 就是一套戲 就是一套戲 就不會很悶 就是很耐玩 所以這個 因爲是欣賞的第二個項目 然後第一 重回就是 第二項目 所以都很貼近 好像真的在做事 就是彈二型 就是走路 很故事 整件事 第二就是 他那個 就是重玩性 那個 組合的玩法 是很多 就是合作 就是現在合作 二人 就好像地圖太大 但是我又不覺得三人 會 三人或以上會更加好 因爲 那些任務 都幾難做 是呀 根本人數的 就是三張 那就 哇 做到天方地老 不是的 有些 其實是很簡單的 譬如先 這張 有一張 在手上 容易爆炸 那如果多一張 都是這麼容易的話 那三環一定會好很多 這張是不是真的容易呢 我剛才都是只有一個機會拿到 你除了用這個方法拿到之外 其實你可以真的用 直接 我都沒有找到 他抄了那麼久 都沒有 就是沒有 那個組合 好像 這麼黑嗎 對呀 全部都是紙板 那我抽不到那個方法 就會反過來抽到 有時候子彈是 可以製造的 有的 子彈也是一個電 電套 已經 然後他又加了這間房 所以 因爲以前製造的 這個季節比人少 他就製造了一間房 給你 你進來呢 兩小時 差很遠 差一樣差很遠 這個都可以製造 其中另一個東西 還有 Cave Enchant 還有你有沒有發覺很多的 Cave Enchant 有什麼Cave Pan 做到等於你的東西 以前只有那個人做到的東西 就是那些東西 不會有那麼多兼人性 就是我都可以做你的東西 你有沒有發覺 只有那個人才做到這些東西 可以呀 可以呀 現在就是多一些東西 就算你說 我怎麼上來 一天的Cave Enchant 就上來 就是很多方法 其實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 他就多一些東西 就是這樣 還有最後的感覺 那個位置就是 我覺得其實這個遊戲 是有無數那麼多東西 你可以想著做 是啊 但是你裡面只可以選 可能有十幾樣東西可以做 或者你想做 因為你每間都可以做 很多東西可以做 但是其實實際 你要選 什麼做呢 我覺得很難選 因為你就是 不會知道 是啊 或者這樣說 你是不能選 是啊 因為你想做 你又不夠時間 有幾個位置都是 還有如果合作的話 你就要 因為這個隊伍需要這樣 然後你就要迫著他這樣 所以我覺得 反而是你覺得 Solo們呢 我覺得反而是 一個人控制兩個 去做Solo 就會是 一個人玩這個遊戲的 最好體驗 是啊 我覺得是 因為其實你又沒有 審藏資訊 是啊 又沒有說收起來 然後就說 一二三開 你做這些 真的又沒有這些 或者 就是唯有這樣的選擇 或者唯有等他出個APP 其實一控二都不是那麼難的 我覺得都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玩開Solo的人 可以可以 是不難的 那可能 我會覺得 Solo一控二 可能是 一個出路 一個 最好玩的方法 沒錯 假設你沒有朋友 對 單玩就不建議 可以試過 Solo mode 可能就不太好 很悶的 我覺得 合作遊戲 很多時候都控制兩個 對 我覺得 OK 如果這樣 我覺得不錯 你怎麼說呢 因為我覺得 剛才 兩個都是你 逼著我死 我有點無奈 但我又知道是對的 你少看異形而已 異形都是這樣的 要是全部死 要是一個新的 但問題 異形就是 說遊戲的正常玩法 各種玩法 不是啊 合作沒有都是這樣 故事就是這樣 很難 很難一部戲 異形最後全部 合家歡 BBQ 他們不是全合作的 他們班人不是全合作 對 沒錯 所以 當你變成全合作的時候 就會有些奇怪 這樣你去淒身就有些 平時的合作遊戲 會不會那麼奇怪 這一個有些奇怪 我說的 例如阿堅 你不喜歡玩背叛遊戲 我認識一些人都是這樣 但是 未必他們那麼極端 所以他會玩Nemiserts 我稱之為一個很友善的 他肯犧牲自己 他自己輸贏不要緊 那些人呢 他玩Nemiserts半合作 他就會做這個角色 有些人 我也會是這樣 我覺得 你也會這樣 我也會這樣 所以 就會做回Nemiserts 那些戲 有時候都是這樣 你都知道 你的戲都是這樣 就是裡面有個好人 好吧 反正我兩個都 如果我不幫你 兩個都會死 那我一隻有些角色 你就會做那些角色 但我不喜歡Encourage 這件事 是會的 對的 然後那些人就在笑 你死了 二型套戲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做回 我覺得是混合 所以唯有這樣 是這樣的 所以我認同你 是這樣的 好 好 好 那我們平個分 平個分 我先 你先 我先 十分半分 十分半分 我覺得合作遊戲來說 是五至六 沒錯 如果五的話 扣那個分 就是太多 rules 因為我不熟 如果我很熟 我想都是六 因為如果合作的話 其實就是Alpha Player 真的很容易 因為你是連 你根本連記不出那麼多 東西的時候 你計劃不得那麼好 然後認識的人 就跟他說 你計劃不得那麼好 你這樣就會傷害了個團隊 其實你就不能選 所以我剛才的問題就是 有很多選擇 但其實你不能選 多少選擇 那麼這件事 它是嚴重的 Alcome Horror 3 Alcome Horror 3的時候 他都是說 好些事情都很明顯 但是上次 也好 你都很明顯 有兩條到三條 path 你可以選擇 然後你是一定 不會知道哪一個最好的 但這個有時候都有的 但點也有個明顯 然後 還有 你選錯的很嚴重 Alcome Horror 3選錯 沒有那麼嚴重 這個選錯就真的 很嚴重 就是這一下 就是令我死的原因 我不知道 即是 其中一個原因 那你會覺得很難 再加你的衣服 不停不中 所以我覺得Solo 一個人控制兩個角色 可能有屬的規則 即是你要 dedicate 可能都會玩到七分 然後你還有 你之前跟我說過 Untold Story 那個故事模式 應該好一點 有故事 帶著你再加多一點 這樣就最多去到八 這樣 差很遠 是的 那是升的 但你就是要 即是現在這個模式 就是五至六 我的意思是 你要由遊戲一個人玩 假設不玩那個背叛 我不喜歡背叛 我這樣計算 我要去由 即是遊戲喜歡 五到八的過程 我要很 delicate 首先我要買很多東西 是的 然後我要看很多東西 是的 然後我要記很多東西 是的 這樣才可以享受到 是的 那看看你想不想去 是的 即是遊戲有一個potential 是的 但你就需要你去花心思 去做 最少肯玩那麼多次 沒有錢呢 沒有錯 即是你巫視都可以 未必需要看的 即是你不看巫視 那我看 那你玩第一次 我就不可以 我告訴你 那你不是玩一次的 我都要熟到你這樣 才可以想得那麼厲害 即是我 我玩一次 都不記得了 那我教了一段 我不玩 我又不看 那我又不記得了 我難道每天都開嗎 其實是要開多一次 你才會記得 我都沒有特意看這些卡 我是玩一次記得 是的 你一說已經記得的時候 特別是效果那些 即是你會撇 你記得那些效果不是什麼 是你會預測到什麼效果去發生 是的 就是這個差距 所以我 我的範圍這麼大的主因 就是因為 我覺得這遊戲是potential 但是你是要花心思去享受它 是的 所以最後的決定性的點是什麼 就是你有多喜歡異形 還有有多喜歡自己這樣玩 如果是合作遊戲的話 是的 對 對的 我同意你剛才說 因為你是合作遊戲的模式 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不是合作遊戲 沒有合作 其實選擇會比較多些 就是沒有去 因為你自己顧自己 所以選擇會比較多 但是就算是solo mode 也好 其實都有幾個位 有時候我都會選擇A和B 其實都不是只有一條 但是A和B都很明顯 都有最少兩條 不是的 不是的 之前有些位 A和B都是50% 其實A和B的結合是一樣的 是 但是我想說 目標是一樣的 是 因為我們是合作遊戲 所以我認同你說話 所以合作遊戲 但是我還有一些位 沒有去到完全100%RWARE的 我知道 當然我覺得RWARE是嚴重的 我還沒玩都猜到的 但是 其實還有 有些位 其實 雖然我熟了 你完全不熟 很不熟 還有一個玩法 就是兩個都不熟 大家都摸 那都可以的 就是那個感覺就是玩Dark Souls 那一個完全會殺路 你跟著那個殺路的人打 那是不好玩的 是啊 如果兩個一起摸索的 那都可以的 所以要是找一個朋友 跟你一起 完全不熟 摸摸摸 但是大家都要看RWARE 要不然就變了 你慢慢會超越了他 到時你的朋友就好像不太好 或者是你玩錯故事 你玩錯故事 那有些東西不平衡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我平衡分 那我呢 如果你說對Solo Game來講 就是我評得不會高的 就是這個Game如果Solo Mode玩 都不是理想的 就是相比其他合作Game 那我會比 我想比6分 Solo也是6分 你不喜歡的 不是不是不是 合作模式 合作模式我都是比6分 6分到而已 合作模式 對的了 不會比那麼高 都是相比其他合作Game來說 嗯 那它最色彩的位置 都是一個半合作 是成的很好的 那如果 如果你半合作 我就很高分的了 如果半合作 我會比 不過Lock Down 其實我沒有玩過半合作 就是你不會預計到 我預計不到 究竟 這些多了的功能 有沒有幫助呢 對我玩到 我猜到的 但是就給不到一個TZ分 我想大概都是 8.5分 我猜 預計 如果這個Game半合作 你本身喜不喜歡異形 其實我本身 我不是異形粉 但是你不看他 我看異形那套戲 有看完 但就不是粉絲來的 就是這樣 這個程度 我是挺喜歡異形的 但是我不知道 這隻也沒有那麼異形 因為這隻 因為這個 不是 它原本 真的好似 那隻可能你會比較喜歡 因為這個 它做得好似 我發覺 那些什麼Bud Trace 它全部跟回 以前 舊的都是會跟回 它會做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這隻怪的招 我不是很想到 不像的 它是不像異形的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 因為它是蝙蝠 它是蝙蝠 我意思是 它是完全純作出來的 所以它不是異形 所以它不是異形 就是投入 沒有那麼多 所以你玩回舊的 這個可能要有一個 擔心 就是 你異形粉絲 你說得好像新這隻 好像好一點 但是 又沒有異形 對 我不是很強烈 那你就玩回 如果你玩異形 想玩異形 玩回舊的 母艦 就會更加合 因為那些東西 真的很像 因為母艦 做一些 Event 全部都很像 例如你開Event 全部都不像 難怪我 我的Theme 是差一點 我就是想不到 我坐下的時候 我是想像 Doom 但是Doom 不是這樣 因為它有火星的基地 是不同的 所以 亦都能表現出色 不像 因為它真的不是 所以 它是像一個火星基地 對於新手來說 這些車很難記得 怎樣駕駛 是呀 很多東西 真的要看這個 不會計到 是呀 真的要很優秀 整班群 都要是很喜歡玩遊戲 然後肯看Russ 或者最理想就是 一個人認識Russ 那個人不玩 做GM 那個人不玩做GM 但是這些人不懂 那些人不懂 那些人不懂 都可以 控義營 都可以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但控義營會不會打死這玩家 不是 不要控義營 只是照做護士 就是執行護士 因為你不懂得玩的人 怎麼知道 就是這樣 但是很可憐 變成是有這遊戲 我都玩得有 如果你想 優化 像你所說 大家新手玩都好 如果我有這遊戲 我可能會這樣做 就是為了這樣 我看Russ 我吃花生 看你們怎樣背叛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為了這樣 你可以幫你的朋友玩 看不到這遊戲好玩 就是這樣可以 如果不就是很不公平 就到你阿包皮爾的了 對 因為就不是 你有背叛的話 你真的差很遠 對 對 算不了那麼多 今天就到這裡了 如果知道更多趣 可以聯絡回我們的 youtube channel 或者我的網站 今天時間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